大家好,我是李源柱 我现在人身在广州市黄埔区 就在昨天,也就是2018年的11月22日 我被广州市 广州日段气门有限公司 单方面非法解雇 而且就在昨天的上午 在工会以及公司以及劳监 街道等相关部门 一起协调这场劳资纠纷的时候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东区派出所的黑警 三名黑警 由他们的肖副所长带领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强行把我按倒在地 抽掉我的皮带 解开我的鞋带 用双手 用鞋带把我的双手双脚绑住 把我的头按在地上 强行这样把我五花大绑控制起来 然后将我从由三楼的会议室 抬到了一楼 然后又将我送至了东区派出所 这就是广州黑警的文明执法 他们的行为与黑社会有什么分别呢 细想近十多天以来 我遭受的种种经历 这分明就是 一场有组织 有预谋针对本人的一次打击事件 打击报复事件 行幕后黑手 无法让我不去相信 这是广州黑警的 就是幕后的主使者 因为在十一月九日凌晨 十一月九日晚上二十三点 我被广州黑警六名黑警 直接强行闯入房间 将我本人控制 后 在我的房间内 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搜查 带走了我的个人物品 强行将我 将我扭送至黄埔分局 刑警大队 对我进行了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的 可以说是言行逼供 最后让我去诬陷沈梦宇 当时 是我自己 在黑警的言行逼供诱导之下 我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诬陷了勇敢的沈梦宇 我再次 再次向他道歉 对不起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错误行为 并愿意为此付出 任何代价 去弥补我的过错 随后 随后在二零二零一八年的十一月十七日 就是周一 就是上周一 的上午 有两拨 有两拨警察来到广州日段七门有限公司 找我 第一拨 第一拨 第一拨警察就是 东区派出所的 萧副所长 过来说对我进行 进行 思想教育 其实就是威胁 第二拨警察 是黄埔分局的 一位姓钟的警官 说来还我手机的 其实就是变相的又再次来骚扰我 然后到周 到周三 就是在周周三 广州日段七门有限公司的人事科长 易美娇 以及他的 的一位经理 王爱民 先是告诉我 说要和我 和我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说 频繁的有警察来公司找我 对公司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所以说要和我解除劳动关系 然后到周四 就是 就是昨天 11月的22日 公司强行的 单方面 和我解除劳动关系 而且就在当天 东区派出所的 这个黑警 肖副所长 用暴力手段 用黑社会的暴力手段 将我带着东区派出所 使我对人民警察的光荣形象 受到了破灭 我也再一次认识了什么是警察 什么是人民警察 我在这里 发这个声明 就是想希望大家看到 我 现在受的 一系列的不公众的待遇 为什么 我也现在正告 广州的这些黑警察 请不要再来骚扰我 而且 我会斗争到底 同时在这里 我也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支持沈梦宇 支持他为工人谋福利 更支持 在家事事件当中 勇敢的工人 勇敢的学生 以及各位热心的社会人士 在近期陆陆续续消失的 与家事事件有关的 被消失的 各位 我在外面等着你们 希望你们早日出来 加油 我会在这里 为大家 天天的 天天的祈祷 我也更希望 以后能有机会 去认识 每一位 正义的 有良知的 心细底层的 各位朋友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